台股即將進入第二季 那我告訴大家 第二季全新的標股 一定會符合這兩大條件 還有第二季其實隱藏一項非常重大的風險 大家一定要知道 各位投資朋友好歡迎收看生投資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今天是3月19號星期五台股大漲了147點 那今天也是第1季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3月份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那非常完美的收尾 大漲147點 那當然說這個時間點我們一定是看整個第2季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要去看第2季的全新標股 你就要去注意第1季最後的這幾天 因為說這個邏輯是這樣 法輪一定會在進入第2季之前 可能說前一個禮拜 或者說前幾天 開始去佈局第2季全新的標股 因為第1季其實多數的投信 績效都不會到太差 所以他們一定會去拚第2季 那要去拚第2季 大家都希望成本越低越好 所以他就會選在這禮拜去佈局 所以我告訴大家 其實說今天的盤面 還有說這幾天的盤面 非常重要 就是你光是看這禮拜的盤面 你就會知道第2季 到底會漲什麼股票 包含說從我們上禮拜預告的 工具機跟機器人系列 上癮 雅德克 全部都百花起放 那還有包含像是昨天 今天 再創 2008年新高的鴻海 還有今天漲停板的連貌 他都凸顯出第2季到底會漲什麼 還有今天 終於大反攻的IP族群 他也可以告訴你 第2季到底會漲什麼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那還有一個重點 第2季會裡面會有風險 畢竟說 機會跟大家講 那需要留意的風險 我也會跟大家講 這個風險很重要 你一定要去做留意 等一下我們再慢慢來告訴大家 好那我們直接看一下 加權指數 那還有 我們在今天 我特別講一下 我們上禮拜預告的 機器人黑馬股 今天太強了 強到爆 我一直跟大家說 這檔股票 他的位階相當低 本益比不到15倍 是一檔真正的 純機器人概念股 又是鴻海旗下的 這種股票買點 真的不會到太多 我們上禮拜講完 今天又再繼續大漲 真的沒有買點了 等一下我再帶大家來看 今天總是真的非常強 來你看 今天的 台股 整體非常強勢 最高點來到了 20335.20335 好那 最後一天嘛 就是說第1季的最後一天 我們現在就再去看第2季的新主流 那我跟大家講 第2季的新主流 一定會符合 這兩項條件 你說 第2季會不會有風險 會有風險 來我帶大家看 第2季的全新主流 第1點 第1季沒有漲到 因為如果說第1季大漲過一段了 不是說第2季就不會漲 而是說它上漲機率 就會低非常非常多 那我們沒必要去跟它賭這個嘛 所以基本上一定是說 在第1季 股價相對疲弱 在第2季才會有 比較大的空間 包含像是 IP 沒有錯嘛 今天的四星 創意 M31 全部都大漲 這就代表說 其實說這些族群真的是 本益比已經跌到相對低的位置 第2季會補漲 好這是第1點 那第2點 一定是在本益比在15倍以下 其實很多人會誤會說 是不是所有15倍本益比這個是一個通用的數字 其實不是 因為說 怕大家不好理解啦 所以我去給一個比較具體的數字 就是15倍 但其實說這個15倍 它會跟著說產業的變化 那或是說一些時空背景的不一樣 而去有所調整 像是說緊急循環股 或是IP股 它的本益比就會比較高 那政策相關 軍工綠能 本益比也會比較高 所以這部分是給大家一個參考值 不是絕對 總之 以一般電子股來講 本益比就是在15倍以下 這禮拜有哪些 紅海 上銀 整個工具機 甚至包含我們的機器人黑馬股 今天大廠上去 還有今天漲停的連貌 全部都符合這項條件 本益比在15倍以下 所以我告訴大家 其實在第2季賺錢真的不難 就像我講的 以今年度的行情來講 一定是一漲難跌 因為美國 也要總統大選 那只是說選股上面我們要怎麼去選 就這兩個條件 你相信我 在第2季 你所看到的標股 一定會符合這兩個條件 是整個第2季 第1季會 它一定是沒漲過 第2 它本益比一定是要夠低 好那我跟大家講一下風險在哪裡 其實說第2季的風險就在這邊 第2季的季底 如果降息不如預期 那這時候就要小心了 因為我一直跟大家說 其實說 2024它是一個成長的年度 成長型的多頭 成長型多頭 最怕企業的獲利 沒辦法持續成長 那企業獲利怎麼樣 會沒辦法持續成長 就是聯儲會不降息 所以如果說 因為說其實現在市場預期 都已經預期到說 聯儲會降息三馬 那如果說沒有到這樣子的數字 沒有到三馬 可能在第2季的季底 就會稍微出現一點點的震盪 或是本益比的修正 這就需要去做留意 那如果說 好 真的市場原本預期降起三馬 結果最後真的變兩馬 或是說市場預期降低 那這個修正幅度 可能會稍微的比較大一點點 可能會500 600700點左右 這樣子的回檔 所以 這部分就要去做 做留意 但是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是第2季季底的事了 第2季季底就是6月嘛 那其實 越接近6月 聯儲會到底生不生息 到底降不降息 更正一下 降不降息 它會越來越明確 所以在第2季的上半季 完全不用擔心 我們就是盡量去買 盡量去賺 朝這兩個方向去賺 第1季沒漲到 本益比在15倍以下 盡量去賺 那一直到 可能說 5月底 接近了6月 這個時候我們再來看 這個風險會不會發生 那當然說大家也不用擔心 如果說真的有這樣子的風險 第1時間 我就會幫大家追蹤 所以整個第2季的輪廓大概就是這樣 你就注意 兩大條件 跟一項風險 注意完之後 我們真的就是輕鬆賺 所以你說第2季有哪些新的標股 你不知道怎麼去買 可以先加入我們的Lite 小老鼠 W178 W178 你加入我們的Lite 在這禮拜 你一定賺得到錢 來我們這樣來看 回到這邊來看 所以你看 就像我講的 我們這是一個第2季的大方向 那回歸到操作面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現在台股在2萬點 2萬點的本益比大約是22到23倍左右 那你如果去買跟台股相同位階的股票 他當然不會有空間 台股現在就22倍了 你如果去買20倍本益比他怎麼會有空間 所以台股現在的位階本益比大約是22到23倍 那我們就去買 本益比在15倍以下的股票 他就相當於台股還在15000點之下 還在15000點之下 你覺得不會漲嗎 是不是 那怎麼去挑 就這樣 法輪的個股評價 外資 自營商 投信 大戶 主力 中石戶全部都是用這一套 包含我之前是在 開發金 我當交易員 我們也是用這一套的評價方式 就是股價的高 目前股價的高低 他就是用本益比去乘上未來的預估獲利 你就會知道該買什麼了 所以我們這樣來看 鴻海 這不是最好的例子嗎 是不是 鴻海憑什麼 他能夠創2008年來的新高 而且是在這禮拜 這禮拜你說大盤好嗎 其實也沒有到太好 那大盤不好的情況之下 他還能夠創16年來的新高 代表什麼 代表說 他的位階真的就是夠低嘛 有沒有 就像我們在3月11號所講的 3月11號公開預告 3月11號就跟大家公開預告 鴻海這次來真的 而且我還特別強調 鴻海會突破2008年金融海銷來的新高 是不是 3月11號 當時我怎麼講 鴻海最大最大的優勢 在哪裡 在於他的位階構低 你說 因為我覺得說鴻海 如果說單純論這檔股票啦 我覺得說他有一點算是 什麼都會 但是什麼都不經 電動車也做 代工也做 Apple也做 AI也做 但是你說他專精在哪裡 我還真的看不出來 那唯一的優勢在哪裡 就在於他位結構低嘛 是不是 2024年 450%都有 大家就自己找個機會去把它賣掉 因為他 股本大 他在高檔就會開始震盪 那我們再繼續這樣來看喔 包含像是6213的連貌 有沒有 連貌也是啊 今天亮燈漲停板 連貌 真的不誇張 我們這一段期間 我一直跟大家講 你看喔 有沒有 6213的連貌 3月8號星期五 當時跟大家預告嘛 本益比14倍 拉回來的 買電 是不是 銅箔基板三雄裡面 我堅持看好連貌 為什麼 他的位結構低啊 本益比只有14倍而已啊 當然我們也是帶會員提前進場去買 我們會員都是買在90塊錢以下 90塊錢以下買進 一直到今天全部都賺錢 最低成本大概是85塊 通通都賺錢 是不是 98.3 多漂亮今天漲停板 所以你去看喔 我帶大家看一下 帶大家看一下他的線圖 包含說 像是6213的連貌 來你看 連貌今天 漲停板 我們公開跟大家去做預告 是不是 而且是跌下來的當下我跟大家預告 跌下來這是買點 好那你看期間發生什麼事喔 期間的銅箔基板三雄 台光電 台光電我覺得他現在的位結也很低 但是我也不會因為說喔 台光電在之前比較強 我就說全力看好台光電 6274的台藥 台藥也是啊 是不是 就是這一段期間大概是這兩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 為什麼我就是堅持看好連貌 我就跟大家講很清楚了嘛 以產業來講 台藥跟台光電 確實優於連貌 而且 台藥跟台光電 它通過AI伺服器認證的產品 還比較多 那你說連貌它有什麼優勢 連貌的優勢就是它本益比夠低啊 是不是 當時我就跟大家說 台光電跟台藥目前本益比是接近20倍 不是說它不好 只是空間比較小 那回歸到操作面 我們怎麼去選股票 當然是去選 利潤大的嘛 是不是 真的就是漲停板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說你看喔 他問給我 在這個時間就是說 位階構低的股票 它早晚都一定會去反應 四鑽石一定會發光嘛 是不是 今天連貌怎麼會漲停板 你去想 為什麼在這兩個禮拜 台藥很強啊 台光電很強 那為什麼我堅持就是看好連貌 而且你去看整個市場 沒有人在講連貌 大家根本就看不上連貌 走勢這麼弱怎麼會漲 今天漲停板 而且還在第一季的季底喔 第一季季底漲停板你知道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資金就是偏好這類型的股票嗎 不是說偏好銅箔基板 而是就是偏好這類型 本益比位階真的夠低的股票 亮燈上庭 所以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 其實說 好股票有時候說震盪難免 但是只要說它的值真的是好的 一定會往上漲 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說的嘛 我們挑股票不是說挑哪一間公司最好 而是挑哪一檔股票利潤最大 我沒有講錯嘛 就像我們之前講的啊 我們買股票 又不是說我要跟公司一起經營 我要跟你長相失守 不是啊 我們買股票為的是什麼賺錢啊 就賺錢啊 又不是說 我當你的股東 我要跟你一起成長發展 不是嘛 那既然是要賺錢 我挑是不是就要去挑 利潤最大的一檔 就是台藥啊 是不是 3月8號公開預告今天真的一根漲停板 我們最低 最低的成本是85塊 代會員提前佈局 這裡 往上拉 有沒有 本益比14倍 14倍 剛好符合我們第2季的選股標準 拉回來找買點 3月8號 這裡 稍微往下回跌了一段 今天 四轉始終就是會發光的 是不是 我的堅持是值得的 所以我一直告訴大家其實 做股票就是這樣 很多人會問說 老師 某某股票不是很強嗎 你為什麼不去買 這邏輯很簡單嘛 當你對一檔股票掌握度不夠的時候 就算買你也買不多 就算買多了你也抱不住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我堅持說我一定要了解 每一間公司 他的財報怎麼樣 他未來預估獲利怎麼樣 關鍵就在這裡 我很對他很了解 我知道他價值在哪裡 我可以帶大家來去做大買 是不是 就像這個機器人的黑馬股 不難猜 很多人都猜到了 但是問題是 你猜到是哪一檔 你敢大買嗎 那你敢拉回來再去買嗎 這就是有專業跟沒專業的差別 所以 把握機會 第二季的一些全新標股 我們在這幾天都會陸續進場 打電話進來 或是詢訊我們的LINE 好我們再繼續來看喔 你看 6213的連帽 連帽有沒有 四鑽石就一定會發光 時間會證明一切嘛 就跟我們的工具機一樣啊 是不是 上禮拜3月20號跟大家去做預告 回答在GTC大會上面 黃仁勳跟機器人互動 那你看喔 懂產業跟不懂產業的差別在哪裡 我跟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 其他人看到黃仁勳跟機器人在互動 直覺就是去 買機器人 怎麼這麼膚淺啊 看到黃仁勳跟機器人互動就去買機器人 但是我上禮拜怎麼講 3月20號 工具機跟機器人 這兩者是並存的 因為很簡單嘛 人型機器人裡面的東西是什麼 工業自動化 工業自動化就是工具機 所以機器人需求 工具機會不會好 當然會 所以你看 有沒有 本週一盤前預告 上禮拜就預告 工具機跟機器人會大漲 本週一喔3月25號這裡有沒有 3月25號底下 3月25號盤前早上8點半 全台灣唯一 早上8點30分直播解盤給你看 在中視頻道 每天都直播 每天早上5點半起來幫大家準備資料 是不是 專業吧 連續下跌兩天我跟大家說上影一定要去做留意 這禮拜 噴了快20% 最高到18點多 足足將近20% 是不是就像我講的嘛 這就是產業啊 4年前的上影網 4年後還是上影網 時間會證明一切 時間證明我們專業度真的就是夠高 是吧 4年前把上影做的 整個是風生水起 4年後還是一樣 一講上影就漲上來 再給大家看一下 昨天很多人在說 昨天說 老師我對你4年前真的有印象 我蠻感謝大家支持的 那 因為昨天其實我是 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人來電 我就說了嘛 如果你真的對於上影網這張圖片有印象 你就打電話進來 這一定是 鐵粉 我直接給你會費半價 會期還加倍 還真的有人 這代表我們的節目真的是夠專業嘛 大家有學到東西 大家有賺到錢 才會一直持續收看到4年啊 是不是 所以感謝大家支持 如果說你真的 也是我們的老客戶老粉絲 直接來電 一樣給你最優惠的價格 但你提前佈局 第二季的新表股 這一張嘛 帶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 上影網 是不是 很多人還真的都有印象 你看到他的日期 這裡吧 2020年的12月16號 4年前 是不是 4年前的我跟4年後的我 對比一下 越來越年輕 是吧 4年前看起來還比較老 那就像我講的 4年前怎麼會有臉去做這種字卡 這種圖卡 現在自己看的都很尷尬 所以 如果我以後再做這種字卡 拜託 再做這種圖卡拜託一下大家 在底下留言罵我 就在底下留言罵我 阻止我做這種事 免得說4年後自己回過頭來看 又搞得很尷尬 但是說這也證明說 我們的專業啦 就是說 經過了4年的時間 依舊專業啊 時間會證明一切 是不是 專業的東西 他是經了起時間的考驗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其實說了解產業或是說一切的總金 那我們一定就能夠提前去布局一些個股 好我們再來繼續來看 你看像上癮 工具器系列的 好那我就跟大家講了嘛 上癮賞上去之後不用去追 假設說你沒有在第一時間買到上癮就不要追了 可以去看雅德克 1590 因為說雅德克的位階相對也是來比較低 雅德克就會比較看好 或是 我一直強調 工具機跟機器人他是不分離的 他是同樣的產業 或是可以買這一檔 是不是 機器人的概念股 我再說一下 這張圖是AI化的 我再回顧一下 上禮拜六 上禮拜六怎麼會有這張圖出來 上禮拜六我就很多人知道 機器人黑馬股是哪一檔 我想說 價值也不好意思叫我們的美鞭做 我就突趴喜想跟AI講一下 我本來沒有抱什麼期望 結果我就跟AI說 幫我換某某間公司 他搭上了機器人的題材 股價開始大漲 那要幫我秀出他的股價的代號 但是又不能到太明顯 要讓大家知道是什麼股票 但是又不能夠讓大家 完全知道是什麼股票 這張圖就出來了 厲害了吧 搭上AI機器人 股價大漲 中間還有一個6 就是這一檔 夠不夠強 是不是 你看AI 有沒有 AI化的這種走勢 這上禮拜六化的 化的走勢 跟今天的走勢 還真的一模一樣 橫盤整理一下 突然急拉往上衝 是不是 機器人黑馬股 我就跟大家說了嘛 隨著指數越來越高 好的股票一定會越來越少 就是你要去想 一大堆股票 紅海 核酸 廣達 這些股票全部都已經起飛了 到底還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所以在這個時候如果說市場發現到一檔股 它符合未來趨勢 本益比又不到15倍 大家會不會去搶 你去搶 大家會不會去搶 一定搶嘛 這2萬點之上還有這種股票 真實的本益比 真實的本益比 以2024數字來看本益比不到15倍 還搭上機器人題材 大家當然去搶啊 今天馬上大漲 是吧 所以 我有跟大家說在這禮拜二 我們逢拉回去加碼 在今天 今天早上喔 在這裡平盤之下 平盤之下 我再帶我們的會員進場去加碼 今天的平盤喔 今天早上買在平盤以下 買完沒多久 往上擠拉 又是半根漲停板 這禮拜漲快15%了 機器人黑馬股 所以我就說很多第二季的表股 真的好買點不多啦 把握機會 我沒有辦法控制說它什麼時候要漲 那我能做的就是 你趕快加入 打電話進來 失去我們的Lighter都可以 那只要有任何好的買點 第一時間我就帶大家進場 就像這檔 機器人黑馬股 這禮拜好像有跌 三天左右 差不多三天 那包含說盤中的一些拉回 包含像今天 早盤拉回 尾盤拉起來 大概也就三次而已 好大概也就三次 那這三次我都有帶我的會員去買 全部都賺錢 是吧 所以還有這一檔 AI轉息股 AI轉息股這一檔 也是正在高檔 橫盤整理 那就像我講的 這檔AI的轉息股 你去想 這檔AI的轉息股 轉息股代表什麼 它是搭上了AI 搭上了低軌衛星的轉息股 轉息股就代表說 它的想像空間大 本益比本身就會比較高 那本身比較高的情況下 它以2024的預估數字來看 現在本益比只有13倍 只有13倍 轉息股只有13倍 你覺得不會漲嗎 這麼做夢的股票 本益比竟然只有13倍 招萬的事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說 還有很多啦 你說錯過了這一檔 機器人黑馬股 沒關係 我也不帶你去硬追 還有其他更多全新的標股 屬於第二季全新的標股 正式出爐 直接打電話進來 下禮拜有三天 因為說下禮拜 清明年假 預計成交量會比較清淡 那這三天就是最好的佈局時間點 把握機會 因為這就像我講的 你說 其實我們的股票不難拆啦 你說這一檔機器人的黑馬股 跟鴻海有關 純機器人概念股 股價代號有個6 還有什麼股票啊 不就這一檔而已嗎 跟鴻海有關係 又是在做7機器人 股價代號有個6 不就只有這一檔而已嗎 所以 這不難拆 但重點是 你拆到之後 你敢不敢買 難的是在於說 你敢不敢買 難的在於說 你敢不敢買多 是不是 這檔股票我們最高是買到超過2000萬 不誇張 就這禮拜 有下跌有下跌就買 有下跌就買 有下跌就買 買到超過2000萬 所以總之就是說 把握機會 還有很多的股票 我們在下禮拜 會陸續進場去做佈局 直接來電或私訊我們右下角的ID 我們先休息一下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是WE178 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好所以其實說我覺得說在這幾天 盤勢已經算是 相對來講非常強了啦 因為 新台幣是在貶值喔 新台幣在貶值 但是幾乎很多的大型股跌幅都沒有到哪裡去 台股也可以撐在高檔 這算很強了 那只要台幣一旦開始升值 我跟你講 會有更多的個股百花席放 更多低位階的股票開始補漲 那我們在今天早上有提到 今天早上 早上8點半全台灣唯一的盤前半小時直播 有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說 其實說匯市這個東西 國際貨幣啦 你了解匯市 你就會知道股市 股匯股匯 應該說股匯在啦 股市匯市在市 這三者絕對是不分離的 你要了解到股市你就要了解到債市跟匯市 尤其是匯市 匯市連動性是最高的 好那有些人在問我就 順便講一下 來我帶大家看 你看喔 新台幣 來這裡 新台幣近期是比較弱勢嘛 就是他上漲是 代表貶值 那 下跌才是代表升值 這部分要留意 好那 上漲代表貶值 所以你可以很明顯發現到新台幣在這幾天是一直在貶值 那很多人就問 央行不是升息了 我房貸都要多繳了 台幣怎麼還會貶值 這就要扯到 整個全球的股 匯市 就是說其實在上禮拜 在這禮拜 這個 瑞士 瑞士有降息 瑞士降息 跟台幣有什麼關係 我跟大家說 瑞士降息 美元就會走強 為什麼 因為美元指數裡面有六大成分 美元指數的六大成分 包含 歐元 日元 英鎊 加幣 還有瑞士跟瑞典 這六大貨幣 所以 瑞典 瑞士 他算是其中的六大貨幣之一 所以只要說瑞士 瑞朗 他開始在貶值 他就很直接的影響到美元升值 那美元升值 亞洲貨幣 是不是全部都會跟著貶值 沒有錯嘛 答案不就出來了嗎 為什麼新台幣 最近會這麼弱勢 因為瑞士降息了 美元走強了 壓抑到亞幣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只要說 這部分 因為這算是被動式的調節 只要說這被動式的調節結束之後 你相信我 一堆股票會開始補漲 尤其是位階構低的 所以想知道說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 什麼方向可以去做布局 打電話進來 或先加入我們的Lite 尤其是 在第二季 第二季可能出現的風險就是降息的問題 如果有這個風險 第一時間我也會告訴大家 好 我們再繼續來看 所以你看 其實說這禮拜很明顯 就是強的股票就是這些 IP 那包含說位階比較低的 我也順便帶大家看一下IP 來你去看 你看 為什麼我說今天的IP這樣 大反攻 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 我再重申一次 世新跟創意 都是持續看好 持續看好 尤其是創意 至少他會先去比加M31 那世新 他長線來看 一樣看好他會成為歷史股王 好你看 包含說世新 包含說創意 包含說6643的M31 今天場市其實都不錯 那你去看 這幾檔他的月線 其實都很醜 他在 這是月K線 一個月的 月K線 其實都很醜 在第一季幾乎沒什麼漲到 可能說頂多一月份漲上去 三月就跌下來了 有沒有世新也是 就以第一季來講 這三根紅K 這三根紅K就是 第一季 幾乎是沒有漲到 創意也是 不只沒有漲到 而且以整個季度來講 創意還是下跌的 所以像這種股票 在第二季 他就很有機會向上去做補漲 所以就可以特別去做留意一下 好那你看 其他的包含像是位界勾低的 華通 有沒有 2月26 華通我們之前就講過了 大約在70多塊 那2月26 我也跟大家強調 華通的位階相當的低 本益比只有11倍 6到7塊錢 本益比只有11倍 這個位置 拉回來幾跌 他就會是買點 有沒有 今天漲上去 他是買點 我給大家看喔 為什麼我會只是說 華通他其實是一間好公司 也有搭上低軌衛星 獲利也夠 他唯一的問題就是他股心真的太爛 是不是 一間好好的公司 個性這個樣子 誰敢接近 是吧 我給大家看一下華通 你看喔 切到這個 均線你就會知道 華通的股心到底 到底有多爛 你看這一根 這一根黑K跌下來 他直接跌破了月線 直接跌破了月線 隔不到三天 就隔三天 又站回了月線 是不是 這真的就跟我講的一樣 華通本身是一間好公司 但是你要去操作華通 就不要用追的方式 拉回來第一階 拉回來第一階 拉回來去第一階 每一次都是賺錢 所以 華通今天的大漲也就 證明了說 整個市場 他第二季一定是偏在位階構低的 再來升級 940的成分股 我們在今天早上有提到 我覺得說940 怎麼 投信沒有買到這麼多 他最有可能的應該是跟 外資可能會用轉讓的方式 直接轉讓給 投信 他就不會在檯面上出現 就會變成說 他不會影響到集中市場 這是有可能的 我們下禮拜可以看一下 那神奇就像我講的 如果說你單純只是看好 940的成分股 被動式的買盤 今天就可以賣了 今天賣還是賺錢了 3月12號預告 129.5 就算今天賣 加上他的除息 都還是賺錢 那如果說你是看好他整體的趨勢 神奇現在還可以報 又說他的位階還並不高 包含像中美金也是 有沒有 我們在3月15號這個位置 帶會員去做買進 一直到今天都還是賺錢 那中美金的話 我會續留 因為主要就是說 中美金是矽晶元 那矽晶元他主要會在下半年復蘇 他會從第二季開始去做反應 所以其實說中美金 環球金等等的 他在現在有一點算是相對的 谷底 所以這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包含像是聯發科 有沒有 我就跟大家說 940你要怎麼去買 不只940 939 919 929 什麼ETF都好 要去買就很簡單 不要因為 他是ETF成分股 而去買 你要本身就看好他 就是我一直強調 把ETF這種被動式的買盤 當成是助力 催化劑加速器 就這樣就好 不要因為這個東西 而去買他 聯發科 有沒有 今天大漲了3% 非常的漂亮 租租3% 當時我有講 聯發科我們非常看好 我們也是在這個位置 有分批進場 開始去做佈局 這裡買了不少 今天往上拉 最高來到1200塊 就像我講的 聯發科 不管有沒有ETF 有沒有940買的 都一樣 2024預估要做58到60 58到60 1000多塊的聯發科 本益比才18倍 一檔旗艦機的龍頭 天璣系列的領導廠商 18倍能看嗎 所以聯發科持續看好 一樣是看好他會過前高 這個位置 1275 大家可以去做驗證 包含一下 一級 整個軍工也是 軍工我就簡單講就好 軍工我會持續看好到 520 尤其是無人機系列的 大家可以去回顧一下 昨天的影片 包含說 台航 漢翔 或是說像是其他的 長榮航太 一級 這些我都持續看好 拉回來很適合去做短線操作 也是 有沒有一級 昨天一大早 早上8點半 跟大家去做預告 講完噴跟漲停板 今天繼續在漲 繼續在創高 所以總之就是 第二季全新表股 正式出爐了 提前卡位 真的就趁現在 就像我講的 我沒有辦法控制 他什麼時候會這樣 上漲 我能做的就是 只要有好買點 我第一時間 就帶大家進場去買 有沒有 這個機器人黑馬股 上禮拜 一直講 趕快來買 機會真的很難得 結果真的是隔一個禮拜而已 沒機會了 現在去追就真的叫做硬追了 就不用去追了 機器人黑馬股 下禮拜找機會會開牌 但是也不用擔心 因為說我們手上還有很多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或視訊我們右下角的 Lite 小老鼠 W178 你要贏在第二屆的起跑店 找我準沒錯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家 想跟上下一檔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te ID字WE178 W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摩爾證券頭部 0800 66 8085 本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